来 戚风蛋糕 夜奶戚风蛋糕 吃一块 看看怎么样 你好 这是刘日生活 来自日本富山市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 夜奶戚风蛋糕 做戚风蛋糕 一共有六个不足 下面我们来开始分布操作 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要用的材料 五颗鸡蛋 糖 75克 10克玉米淀粉 90克低筋面粉 夜奶 75克 叶子油 75克 第一步 分离鸡蛋 也就是将蛋清和蛋黄分离开 找两个没有油 也没有水的干净的盆 油和水都会影响蛋清的打发 并且蛋清里边 不能混入蛋黄 一点都不行 分离蛋清的方法呢 有很多 我选用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的分离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万一有一个鸡蛋 酸了黄 或者是臭了 就不会影响到别的鸡蛋 和蛋清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第二步呢 我们来混合蛋黄糊 用搅拌器 搅拌蛋黄 三分钟 我用手机计时 打完三分钟以后 再来观察 蛋黄搅拌的状况 为什么要充分搅拌蛋黄呢 如果蛋黄不能充分搅拌的话呢 烤出来的气氛蛋糕 很软 我用手机计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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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